我们希望今天下午就复飞 远航12日宣布结束营运 不到24小时 董事长张刚为亲自面对媒体 改称停止营运是乌龙议场 并向交通部表达复飞 13日当晚交通部应变会议决定 在飞安财务评估没有问题条件 给远航一次机会 对这一次的停飞 或者他们解释成乌龙 他们必须提出陈述意见 在18号之前 那根据这个陈述 我们民航局会再做进一步的判断 宁嘉龙强调交通部最关切的 还是飞安问题 远航是一个高度人质的公司 商刚为担任等市长兼总经理 必须负起公司一切营运责任 不容易个人情绪或关机 让航空公司处于失联或失控的状况 远航又妥善处理的话 基本上付费的几率还算高的 事实上是非常困难 因为已经造成停飞了 那你要在付费你怎么去解决 包括尤其是飞安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这个远航已经展现了诚意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还有很多的挑战 林嘉龙指出远航财务状况 不是去调度或新投资人 就能解决长期财务困难 远航无预警停飞造成的损害 必须拿出诚意 至于是否付飞 民航局会依据专业判断 不会通融 放宽标准 新唐亚特电视李晶晶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组合报导